我们继续看这个闭关修炼第40题 那这第40题呢 MOS是关于一个类似积分的 所以在看题目的话呢 注意一下它的这个初题的一个形式 FX的满足是吧 这样的一个等式 这个等式呢 还是很有一点特点的 就是FX的是1呢 加上一个定积分 这个定积分的话呢 对Y积分 那基出来当然就是X的一个函数 但这个F呢 它有没有告诉我们 所以像这个地方的话 实际上有点像个循环定义 就是我一个FX定义成它的一个什么呢 变现积分 那当然有同学说 那你在那个曹文方程里面可能会用什么呢 两边求导啊等等 诸如此类的那一套 但这个题目的话 应该不是用此类问题 此类手段 有好多题目 就咱们这个 把这个做题呢 或者讲题啊 也把它这个背景呢 搞得更广阔一点 搞得更广阔一点 有一些变现积分的题目 它确切实实啊 用一些换员呢 什么的啊 两边求导啊 得到一个分方程 去结分方程了 对吧 但这个地方的话 它似乎并没有让你去把这个FX给求出来 它要的是什么呢 做0到1上 FX的一个定级分 所以这题目的这个最终的意图是要你求这个爱的值 求这个定级分的值 但现在呢 它分成了两问 第一问呢 让咱们呢 证明这个爱啊 可以换一种这个表达式 换一种表达式 变成了0到1上 是吧 先击这个啊 先击X 就0到Y上 先击X 那然后呢 再击Y啊 就变成了这个 是吧 就这个题目的话呢 看到这个证明 它的形式 那你 几乎呢 就不用想啊 就回去琢磨 就交换一下积分次序 是吧 啊 这个试一试 是吧 行不行呢 对吧 然后交换积分次序之后呢 得到这么样的一个式子啊 这么样的一个式子呢 我们是不是能够把它这个呃 积出来啊 不能够积出来的话啊 是不是能够解方程得到啊 分上这个题啊 还是 很不错的啊 不告诉 但这个积分呢 可以建立关于这个积分的一个方程啊 然后我们解这方程呢 就可以把它算出来 好了 这题目这个大概的啊 思路和想法 我们就说这么多 来看这个解题过程 第一步 是吧 明显的啊 我们要去把这个呃 x到1啊 像这个情况呢 去交换一下 基本次序 好了 那这个 那这个 先写的 它是 呃 0到1啊 我带进来 是吧 这里面是 1加上 1分之1啊 把这个fx的表达式写过来 x到1 对吧 fy 好 f呢 y接x ok dy 好 这是先积外 那后积了 x 好了 这个0到1上积分呢 当然是个 是个1了 是吧 1积分当然是1啊 1就是区间的长度 好 二分之1呢 这个常数 把它拿出来 好 先 0到1啊 这个是dx 啊 然后 y呢 从x到1啊 这一级函数呢 是小fy 小fy x dy 好了 啊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啊 就是他把这个i呢 写成了先x后y的形式啊 原来的这个样子呢 是先y后x 所以这个的话呢 我们啊 显然呢 是要交换一下积分次数啊 我们去试一下 呃 x从0到1 y呢 比x大啊 这个区的图一定要画出来啊 这个别画错了 ok 0到1啊 就是y等于x 就是 上面这个 呃 等1只脚4脚行啊 就这边 那呢 交换积分次数啊 那 他就等于1加上y 从哪到哪 来看 y当然是从0到1 是吧 嗯 然后x呢 x呢 x从0到y 对吧 x大于0 小于y 从左到右啊 就这个是y 比x大 小于1 好了 那背景函数是fy f y 而这个呢 可以踢到前面去 好 而我们来写一下 是吧 这个 后面的0到1啊 这个dy 0到y 是吧 就是fy fy y-ls dls 我们做一个换圆啊 令这个t等于y-ls 或者说呢 l是等于y-t 好 换圆了之后啊 这个这个里面啊 我们去处理它啊 就这个外面的y呢 跟着没关系 先放着 y是从0到1 好 这个 dy啊 咱们先慢点 OK 那 呃 x x等于0的时候呢 x等于0的时候啊 t等于 是吧 x等于0的时候 t等于y x等于y的时候呢 t等于0 好了 那然后这是ft 啊 这里放出一个dx等于d 什么呀 ft 好 呃 换圆同时换线啊 然后呢 用负号可以把上线线给编过来 好了 这里面还有fy啊 fy 前面还有个fy啊 fy是 对于x来说是一个常数啊 对x和t来说 它就是一个参数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变成了0到1 这个是fy 倍极函数 然后 乘以那个什么呢 0到y 是吧 ft dt 好 这是 整个的 是吧 y的函数 对y 啊 几分 好了 现在的话呢 我们呃 就把i给表示出来了啊 它写成了什么呢 现在这个i 就等于是吧 1加上1分之1倍的啊 0到1 ok 诶那 那fy 那fy 好 乘以这个0到y ft dt 这变现几分 在 dy 好 注意啊 注意什么情况啊 注意这个是可以记出来的啊 注意什么呢 注意小fy呢 是0到yft dt的导数 是吧 所以实际上呢 他算出来就是1加上啊 看着啊 四分之一 对吧 嗯 0到 52啊 原函数ft dt的什么呀 平方 对吧啊 这相当于是什么呢 u1撇u 那u1撇u的话 原函数是二分之u方 啊 二分之u方 就就这样啊 这就相当于是u 这相当于是u1撇 对吧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把这个0和1 上下线啊 带你去啊 刘敦·莱布里兹啊 刘敦·莱布里兹公式 那这样 就是1加上 看着啊 一代音区就是 啊 i对吧 i就是0到1上 这个定积分嘛 好 0代音区的话 当然等于0 是四分之一 i的平方 好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得到一个 二次方程 而这个二次方程呢 刚刚好 它只有一个根 因为这个配方 是一个平方啊 这边是 挪过来就是4i 4i等于4加i方 啊 所以是2减2 扩号的平方 等于0 知道这个i呢 是唯一取值啊 就是2 好 这是这个 第四题啊 我们 就讲这么多啊 它 涉及到这样的一个 变现积分 是吧 然后呢 我们这个 做成了这个 累次积分的之后呢 我们交换积分次序啊 通过得到这个 啊 定积分的一个方程 我们求出了这个 i 量的一个方程 也订得到这个 按 поэтому 可以